我们接下来把 我前面是不是把这个商品的添加这种功能 给大家改成一个接口了 对吧 当然我是单独复制出来 放在另外一个地方的 然后 那这里面呢 我们再说一下吧 直接说一下 需要改变哪个地方 然后大家可以就对着着呢 去先写个文档出来 练练手 知道这个文档该怎么写 那你也可以自己 就按照我这种操作去操作一下 就随便找一个 你之前写好的代码 不管是我们这个商品的 还是说登录的 还是说呢 这个管理员的都行 那可以找一个呢 就是有请求参数 这种的 那一般就是添加的这个表单提交啊 和修改的表单提交 或者删除呢 也会有一个ID什么的 那最好是找一个添加或者修改的功能 然后呢 把你们的代码了 就能复制出来 你重新定义一个方法 复制出来 比如说到我们这个商品的话 我以这个固子为例啊 我在商品 后台的商品模型 我重新来做一下 我在后边加一个方法去 Public方形 这个Save 我就Save2 就Save方法 我把它里面代码呢 拿下来 就是我们上午给大家说过的 这么一个写法 把它修改一下 修改的时候呢 我们接下来还要把那个 还有一个地方呢 要改掉 就是文件上传的这一块 我们也要把它改掉 因为之前我们是直接把它主视掉 但其实对完整的功能来说 文件上传也是需要的 所以我们把它呢 直接也去改一改 首先多余的参数 还是呢 给它删掉 多余的东西删掉 接收参数 然后表达验证 验证的这里 到报错的地方 我们变成了 Return JSON 返回一个code 这是失败的 我们随便定义一个 比如401 然后呢Message 就是这个Dollar Validator 那那个Data呢 其实就这里不需要什么数据了 你可以选择不写 或者说呢 你写了呢 那就给个空的 给空数组放在这 就占个位置也行 然后再到后边呢 是页门跳转的地方 也改掉 页门跳转 code 那这是成功的 比如我们是200 success 然后返回的数据 这个Data 比如我们按照Rest4的 这种风格的话 这里要返回呢 应该是把添加过的 这条数据 再返回回去 所以我们可以呢 把这个添加过的 这条数据 在这儿可以接收一下 你看用create的方法的时候 它有个返回值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 接收一下了 这其实返回的 就是一个商品的数据 刚才添加的这个商品 它的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里边 就会包含了有呢 刚才这次添加 它包含的一些数据 操作过的数据 你们也有主件案例值 但这也可以呢 就是拿到 我们这个固子里边 它是有一个ID的 有一个主件ID值的 那这个返回值里边呢 它包含的字段 注意它并不是书记表的 所有字段 它只是当前这一次 添加操作 它涉及到的字段 当前这次添加操作 往数据表里边 加数据的这些字段 它会返回来 那没有添加过数据的 这些字段 用默认值的那些 它可能就 它就没有 所以如果说是 完全按照 Rest4的风格的话 我们这里需要呢 根据这个ID值 再去查一次 再去查所有的字段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呢 用到这个固子下的ID 我们重新去进行查询 我们这个DoraData 等于 AppAdMingModel 固子 用fine的方法 把这个主件ID值呢 作为参数传过去 这样就得到一条 完整的数据了 把这条数据呢 我们再进行返回 这里返回的本身 这个DoraData的话 它是一个模型对象 是一个对象格式的 但是也可以当作数据用 我们这里也没必要 把它转化成数据 因为后续呢 你通过节省 去进行转化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也把它转化成 一个节省格式的数据了 一个字不错了 那这是呢 把这块改一下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 文件上传的 文件上传的这个功能呢 一般如果作为 接口来写的话 它不会是这么写 一般情况下 因为我们之前写的是 表单提交 那如果把文件上传的功能 作为一个接口来写的话 通常会把它单独拿出去 作为一个接口 就是把这个文件上传的功能 单独我提供一个接口 专门做文件上传 那然后它的操作方式呢 就是页面上 页面上它选中一个 点击文件上传域 选中一个文件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会呢 进行一个阿雅克斯的 一个义务上传 通过阿雅克斯去上传这文件 先把文件上传到我们服务器 然后呢上传成功 我们那个上传文件的接口 需要给它返回一个 这个保存图片的一个地址 把上传到我们服务器上了 我们把这个地址呢 直接返回给它 它再把这个地址呢 放到那个表单当中 放到这个第二个添加的 这个请求当中 做一个参数 给我们传过来 通常会这么去做 那所以这里呢 这个文件上传的这一步呢 就通常就不是这么写了 而是呢 直接在这个Promise里边 我们就需要它有一个 固子logo这么一个字段 就必须要传过来 从页面上必须要传一个固子logo过来 传的就是一个图片机址 所以呢 文件上传会是单独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这里呢 既然要求它是 必须要有一个固子logo 这么一个地址的话 那我们把这一行代码 就还是先给它注释掉了 在前面呢 需要给它做一个处理 就是加一个验证规则 那这里面 必须要有一个固子logo 然后呢 它是一个商品的logo图片 图片 那就是你现在如果请求我这个CV2 这个接口 这是接口方式的 接口方式的一个添加 那你必须给我传递呢 一个固子name参数 传一个固子price参数 传一个固子number参数 还要给我传一个固子logo参数 就给我传一个图片机址就行 那它也是require 必须要有 所以这里修改的就是在这 这个接口的参数 就必须要有商品图片 给我传图片地址过来 那这样改好之后 这样改好之后 接下来就是写呢 要写个接口文档 写个接口文档 访问的话 我们直接呢 请求地址 就是从 普通的pass info 从admin 到固子 到这个CV2 你可以写个iX请求 请求到这个CV2 那需要传参数 传参数 传参数呢 就有固子number 固子price 固子number 固子logo 四个参数 然后这个时候呢 先不用考虑 那个文件上传的接口 我们先把那个接口 不考虑 你就直接在传参数的时候 给这个固子number 这个参数 直接付个值就行 你直接设置一个 自己随便写一个值 写个图片地址 传过来就行 就写个假的地址都行 就传过来 走通这个流程 那所以给它 它要写一个接口文档 那首先说一下呢 接口的名称 然后呢 接口的参数 需要有哪些 需要 这个每个参数的值 大概要传 要传什么样的值 包括呢 再到后面的处理之后 给它返回的结果 是什么样子的 你们会包含的 包含的字段 每个字段 什么意思 然后呢 像后面返回的 这个多达 data 这个多达 data里面 字段会非常多 是商品的 每一个字段 你们都有 那你也要对它呢 作为一个说明 然后呢 可以尝试去请求一下 请求一下这个借口 然后呢 去把它返回的 那个阶层格式的数据 你复制一半 作为一个返回参数的 一个示例 你贴在你的文档里边 那作为一个示例 那这个结果呢 我们去访问 访问试一下 那这样把 还有个地方要改 前面这个token 这个token要把它改掉 这个token 记不记得是干什么的 防表单 重复提交的 对吧 防表单 重复提交的 如果是 我们通过表单 去提交的话 就用这个 防重复提交的 这种方式 如果是接口的话 是不管它的 用接口的方式 去操作的话 一般是在 就在前端 去写这个 防重复提交的 这种功能 用gs去实现 整理点一下之后呢 就不让点了 就这种功能 我一个保存 一个按钮 我点一下之后呢 再点就不让它点了 那所以呢 把这个功能 也把它拿掉 不然呢 会影响到我们 这个接口的一个测试 把它拿掉 那剩下呢 就按照这个接口 我们去呢 我去通过这个 Postman 可以去测一下 我就请求到 接口的地址 到Admin 下的 goose 下的Save2 对吧 到这 然后它需要的参数 我在后面一个一个 给它加上 goose Name TP goose Press 表示个 200 goose Number 它有 还有100 还有100个 这个goose logo 我这里随便给它写个地址 比如我就从呢 Static 到呢 什么Admin 到一个IMG 到一个呢 A1.GPG 这个图片存不存在 没关系 现在不重要 不用关心它 只要有 只要有一个地址就行 然后呢 其他的应该 不需要了 我们 发动请求 当然这里要是一个pose 请求 请求到呢 我们这个Save2的一个方法 它需要我呢 登录 但这里它是需要我登录啊 因为这里会去检测一下 那个 前面继承过那个base 对吧 继承过base 它需要我登录 那这个登录的 我们得给它跳过去 把那个登录验证的 先给它去掉了 我们现在登录没做 先把它跳过去 再请求 那现在就完成了 得到了一个code message data Data里面呢 包含的是商品的 这完整的数据 所以大家 今天接下来呢 就要去练习 能够呢 走到这一步 走到这一步之后 就可以去写这个文档 对它的请求的参数 对前面参数 做说明 对这个反围的参数 做说明 然后把这一串呢 复制过去 做一个反围的结果实力 就写个文档 我把刚才做的这些东西呢 我去 我写到笔记上 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练习 将这个呢 admin下的这个controller 下的这个固子 点PP 中 这个呢 sale方法 改为这个接口的方式 需要改的地方 有有以下一些 首先呢 第一 将这一个我们的base base控制器中的这个登录验证 给它呢 注释 先把这个给它关掉 第二个 第二个 将呢 这个sale方法的代码 我们复制啊 到呢 到啊 这个sale2的 表这么一个方法 冲几个名字 然后呢 第三个 将这个sale2方法中 中的 参数验证的规则修改 其中呢 要去掉那个 删除那个token规则 要呢 新增 要添加 添加呢 这个固子 logo 它的一个验证规则 自断的验证 然后第四个呢 要去将 所有的那个 Dollar race Error 和Dollar race 这个success 那部分 代码 然后呢 修改为 这个return 接色 这种 这种 样式 这种代码 第五个呢 将这个文件上传的 这个呢 方法 调用 给它呢 注释 将上传文件的那个方法的调用呢 给它注释掉 然后第六 可以呢 通过 这个postman 去呢 测试 这个呢 save2的 这个接口 那我把前面的这些 这六个步骤 都带着大家去 写了一遍了 剩下大家先自己去 按照这个步骤去写 最后呢 就是第七步 去写一个文档 写几个文档